喝人是上帝 但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地区被排外了 这两天宝马mini发冰淇淋的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的 海上热门了 听说宝马在上海开的车展发冰淇淋 在中国上海开车展 但是中国人要冰淇淋的时候 就说已经发完了 没有了没有了 但是一个老外过来 就刻刻唧唧的给人家送冰淇淋 差点为人家死了 我昨天在视频里面还告诉大家 中国人是世界上对外国人最友好的国家 但是你要分清楚 中国人才是自家的 你先要对家人好 你才对外面人好 如今中国人在自己的家还被排外了 现在是2023年了 随着中国的发展 在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 中国人再也不像经政府实践一样 闭头含药了 被外国人冷眼相待 相反 如今中国人不仅是在国内 就在国外 那也要昂首提送的 面对外国人不仅可以说 say no 还可以骄傲的跟他们说 我们是中国人 所以说你们要分清楚 到底中国人去要宝马 还是宝马需要中国人 中国是宝马世界上最大的师长 所以说要让他们分清楚 他们现在是在中国的地区 靠中国人吃饭 中国人是他们的客人 客人就是上帝 你说一个生意人 你要该是怎么去对待客人 你自己都不明白吗 你还做什么生意呢